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是 眉頭伸索 眉頭伸索 花太多了 今天 這一個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冒犯 今年誕生450年的 莎士比亚被稱為最偉大的劇作家 沒想到在台灣竟然有人敢開他玩笑 有一張是這樣 眉頭深皺的那一張 我覺得是符合我心中 很完美又嚴肅的莎士比亚 可能會出現的一種表情 其他的我都覺得很會冒犯到他 所以不敢說 那就是我心中的莎士比亚 他是哈利 是插畫家 也是劇場演員 大學竹修編劇時 讀了很多莎士比亚的作品 腦中突發奇想 如果當年莎士比亚寫劇本 也有一個責任編輯 在催稿會是什麼表情 有一天責任編輯來跟莎士比亚邀稿 然後又再度邀不到稿 然後責任編輯就氣急敗壞 然後這個時候莎士比亚就很冷靜 他就走進廁所 正常的莎士比亚走進廁所 然後後來出來的時候 他臉上已經畫好這個妝 然後對著他責任編輯說 為什麼這麼嚴重 專職劇場演員的哈利 在舞台上扮演過無數角色 他將演員豐富的觀察力 和表情投射到畫作中 莎士比亞爆肝 莎士比亞震怒 莎士比亞驚嚇一百 莎士比亞躺著也中槍 都出現在他的筆下 其實是個滿重要的影響 因為演員的話 你的情緒會有很多種層次 所以在畫莎士比亞的各種表情的時候 都牽涉到人面對的事情 會有多少種反應 畫畫的人其實在畫某些表情的時候 自己都會不小心呈現出那樣的表情 對 就比如說很驚訝的時候就會 感覺就會比較能夠投射到筆 然後再投射到紙上面 然後出現那樣子的表情 目前還是沒有超過一半 為了讓表情各異的沙翁出現在大家面前 哈利目前正在權重募資平台募資 求辦莎士比亞的搞笑畫展 讓這450年來歷久不衰的偉大巨作家 更貼近現代社會 然後我希望讓這個幽默感 能夠藉由不管是各種可能性 都可以散播出去 所以我辦這個畫展的目的就是想說 其實畫展也可以有幽默的一面 有幽默的一個風格 然後讓觀者也更貼近所謂的偉人 等待的公車總是最後才到 想吃的餐廳總是錯過時間 錄像想打招呼的狗狗 總是飛也似地離去 喜歡的布偶總是會離奇地消失 隆尼先生好寂寞 除了惡搞莎士比亞 哈利的自創超話人物隆尼先生 也很有喜感 龍尼先生我覺得有非常一大部分 是我自己的心情 因為人都會有寂寞的那個面向 只是當然在一起生活社交的時候 大家是不會展現出自己那個面向 但我覺得每個人其實都有這樣一個 精神霧在自己的心裡面 看盡都市人內心的龍尼先生 顛覆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偉人形象 插畫家帶給我們無限驚喜 你好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惠玲 今年是莎士比亞450歲的誕辰 全世界都有熱烈的慶祝活動 到處都在演沙翁的劇 我們節目中也介紹了好多次 國內有一位非常有創意的藝術家 他獻上了多幅大劇作家的畫作 並且賦予他新的面貌 我們歡迎哈利 哈利你好 惠玲你好 哈利其實你是非常專業的劇場演員 是 大學的時候主修的是 台北藝術大學的戲劇系 對於戲劇系的學生來說 他是莎士比亞是神一般的存在吧 神一般 一定是必讀作品 尤其是大一的時候就會讀到的作品 對 所以你應該也演過他的戲 課堂呈現上有演過 但是整齣戲是還沒有演過的 演過 課堂呈現嗎 我演過羅蜜歐與朱莉葉 的羅蜜歐 的朱莉葉的部分 對 那個時候你就很想要畫他嗎 莎士比亞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還不敢 那時候對莎士比亞就是一個 哇他就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偉人 在遠方這樣子 就是他寫太多作品了 是 然後每個作品 又刻畫得 人性面刻畫得很深 對 然後很懂政治的一個作家 所以是有一種 你要敬畏他這樣 對 很敬畏 對 對於戲劇系的學生來說 不懂莎士比亞 幾乎就是 你沒有資格說你是戲劇系的學生 也是啦 因為其實對國外來說 莎士比亞是一個非常基礎 民眾都知道的一個劇作家 包括他的作品內容 沒錯 可是畫莎士比亞其實有很多種方法吧 結果你畫了36種莎士比亞的表情 莎士比亞毫不在乎 是什麼表情 就是這種表情了吧 對 Don't care 對 還有莎士比亞大動翻新 莎士比亞不屑 莎士比亞回春 莎士比亞好困擾 就是很多種表情 你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 用表情這件事情來畫它呢 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我學戲劇的關係 就是人會有很多種表情 很多種可能性面對事情 對 大喜大悲啊 或者是很冷淡 我很喜歡冷室的優惠 對 所以有一些作品就是這種 冷面 冷面 冷面的狀態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觀察別人的表情 也會給你畫莎士比亞的靈感嗎 會喔 會很多 對 比如說 我們說說看你的好夥伴 達康 達康 達康嗎 對 陳彦達帶給我的靈感就很多 康康也是 但是他們兩個個別帶給我的是不同屬性的那種靈感 對 所以阿達大概會是什麼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色咪咪啊 或者是莎士比亞很困擾啊 寫劇本很痛苦啊 對 都會發生在他身上 都是負面的狀態 所以康康呢 康康的話大概就是 就是那種沉默 黑色半邊臉的 或者是狂喜 瘋狂的那種 康康有這種表情 崩潰的時候把握一下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想起一個朋友 真的是會從他的表情開始想起 或是對這個朋友的印象就是總是開懷大笑 對 很開心 就是會是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就是那個莎士比亞很開心的那個表情 或是常常不屑一顧就是 那個 我家也有 雖然說你是因為莎士比亞450歲的誕辰 所以你要開始畫這一系列 有沒有其他的內心的副作用 比如說這樣真的好嗎 它畢竟是一個神一般的存在 基本上最後感是一定有的 可是我覺得能夠讓莎士比亞展現出 這麼不同的面向 我個人是覺得 他對我來說更親近很多 對 就是比較像人了 而不是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我們一般搜尋他的那個照片 或者是什麼資料都是很挺的 對 都在拍什麼大頭照的狀態就對了 對 然後想說他其實應該 如果他也是個人 他本來就是人 他是人他有激情六欲的話 其實他會有什麼樣的表情 他會有什麼樣的態度 對 那我們像我們工作都會有老闆 對 他面對一個老闆 面對一個責任編輯的時候 他肯定會有很多的反應 嗯 我是以這一點著手 然後來 創造出這36個莎士比亞的 那你覺得啊 以你一個專業的戲劇系的學生畢業 然後現在是一個專業演員 你揣摩莎士比亞的內心 他應該會最喜歡你哪一個作品 最喜歡我的作品 他哪 你畫他的哪一個表情 你覺得他會最喜歡 我想大概就是有美人間的 啊 像莎士比亞美人間 髮量變多了這樣 嗯 這個帥 像李奧納多 迪卡皮歐這一類的 嗯 對 我就畫了一幅 李奧納多 皮卡丘嘛 哈哈哈哈 真的很容易唸錯 對 很容易 我也唸錯很多次 所以 而且這名字還滿適合他 哈哈 所以我就把李奧納多跟皮卡丘 就是結合的狀態 啊 對 啊 啊 除了莎士比亞之外 你還有畫了很多其他名人 對不對 哦 對 你畫了卡夫卡 你畫了卡妮 克林伊斯威特 達文希 對 對 可不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你的選擇標準是什麼 哦 我這 這幾位的話選擇標準是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 嗯 就是都是從 其實都是從崇拜的 這個基礎開始的 啊 就是我非常欣賞卡夫卡的作品 是 我也非常喜歡卡妮的《異鄉人》這部小說 然後 達文希就不再畫下 他真的是個偉大的人 對 天才 他是天才 然後克林伊斯威特就是一句話 帥 對 他還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 從年輕帥到老 真的是 對 很不簡單的一個人物 但你可以交代一下 你為什麼讓克林伊斯威特 咬了一個什麼 溫度計 為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他變成這樣 因為 我就是想要顛覆一種 世人平常對他的觀感 對 他除了帥之外 還有其他的 對 因為他以前早期拍西部片嘛 西部電影就是叼著煙草 或者是叼著煙 或者是叼著雪茄之類的 然後就在想說 那克林伊斯威特 這不可能 掉在嘴巴上的東西是什麼 應該就是溫度計了吧 36.5度 還好沒發燒 帥不起來了 對 還有什麼其他的人 你想要挑戰嗎 或者是不敢挑戰的名人 不敢挑戰的名人 還蠻多的 普京吧 我想 好恐怖 會有什麼後果嗎 對啊 會不會被暗殺什麼的 還有什麼你喜歡的人 是不敢挑戰的嗎 喜歡的人不敢挑戰 麥可傑克森 他很偉大 而且太多人 去玩過他的形象這件事情 然後我對他保持的是一種敬畏的心 因為他的音樂真的從小也是影響我 我是個老派的人 是 從你的閱讀就可以發現 但是像我就很願意惡搞一些 像李奧納多 迪卡皮歐這一類的 對我就畫了一幅 李奧納多皮卡丘嘛 真的很容易念錯 對 很容易 我也念錯很多次 所以 而且這名字還蠻適合他 所以我就把李奧納多跟皮卡丘 是結合的狀態 對 好 終於幫他找回真實身分 對 而且畫他的時候有點麻煩 怎麼說 因為他胖 對 以前李奧納多很帥很帥 對 沿海灘的時候好帥 對啊 可惜啊 其實除了畫這些名人之外 你自己也創造一些角色對不對 像是龍泥先生 跟樹嵐 阿嵐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兩位朋友嗎 這兩位朋友嗎 你是說旁邊這兩位嗎 這兩位先好了 這兩位先嗎 為什麼兩位朋友要陪著你來上附幕 可是他們已經坐在我旁邊一陣子了 其實你是來上 《逸祥世界》藝術家裡面 所謂帶著童年好朋友來的藝術家 我想介紹一下 我也有一顆少女星 這位是 這一位的話是 怪獸電力公司跟怪獸大學裡面 大眼怪 大家都知道嗎 綠色那一隻大眼睛的 他的小時候的玩偶 但是他在電影裡面有出現對不對 出現三秒鐘吧 我想 出現的時間非常短 但是那時候會覺得 天啊 這我剛剛好好玩 好有趣好可愛 結果我覺得皮克斯的想像力 也是非常豐厚 非常強的 他們居然出了他的周邊商品 對 而且這真的只有內行人中的內行人 才會買這個 真的 因為台灣買不到 所以那時候還是跨國買的 然後另外這一位呢 就是阿福先生 他是我童年很重要的一個 看電視的玩伴 但是他是在電視裡面 對 加油阿福那時候的 對 加油阿福 對 那時候他好好玩 而且我很喜歡可愛的東西 對 所以像我創作 創作我自己畫的人物的話 也是以可愛為出發點 龍妮先生也很可愛嗎 你會這樣形容他 可愛帶點可憐 或是主要可憐 但有點可愛 造型還是蠻可愛的 對 令人戀愛的那種 嗯 是 因為我覺得可愛的東西比較有治癒性 就是有一種被療癒了 然後看到他倒楣 被療癒了 所以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龍妮先生是怎麼樣的個性 龍妮先生他是一個 非常寂寞的角色 所以是Longli 對 Mr.Longli 然後把它換成中文 就是龍妮先生 龍妮先生 對 然後他的生活 因為他很寂寞 但是主要我在畫作裡面表現的卻是 寂寞中之後的衰 嗯嗯 對 例如說龍妮先生 龍妮先生 他吃著吃著熱狗 就掉了 一半在地上 然後就那幅畫就是這個樣子 啊 對 這樣 然後他戴著圍巾 嗯 他嘴巴遮起來 對 因為他是個寂寞 也沒有人跟他能夠交流溝通的 嗯 小可憐 而且他其實圍巾拿起來 他是有一個非常 牙齒是非常可怕的樣子 嗯 對 但他其實內心是很溫柔 嗯 為什麼會創作這樣的角色呢 某種程度 其實這個角色算是我自己的 另外一個面向 嗯 每個人其實都有他寂寞的一面 嗯 就是 人一定會有很多面向 嗯 然後大家平常相處 交際往來 其實很開心 因為一群人嘛 開心歸開心 可是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自己面對某些事情 或者是自己一個人的思考 都會有 比較dip 比較dip 對 比較dip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龍妮先生 就是代表那一個部分 嗯 可是我不希望他又真的那麼dip 對 所以我才把它創造成一個 衰 讓人憐惜的角色 嗯 然後也想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龍妮先生 這世界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寂寞 對 只是大家都有那個面向 只是 那個面向就是屬於你自己 嗯 才擁有的 對 時刻才看得到 才會出現 就是除了段貝山之外 我們還有龍妮先生 是的 嗯 段貝山之外也有 嗯 其實專業喜劇演員 還是要拿捏一定的尺度才對 我覺得 怎麼說呢 怎麼 你不能純粹的只是 就是賣醜而已 嗯 就是你要讓這個東西 還是要有內涵在的 對 你搞笑你的劇本內涵 也是還是要有 不然它就只是一個 滑中取寵的東西而已 嗯 對 你是一位非常專業的演員 哦 是 嗯 在漫才界素有號稱那個 漫才界的 吳君如之稱 我說好了 我說好了 啊 哈哈 金姬姐 哈哈哈哈 我覺得其實對於一個女生來說 要選擇成為漫才演員 嗯 其實她挑戰還蠻大的 嗯 你覺得最大的困難會是什麼呢 可能女生需要放下身段這件事情 是比較難的 嗯 就是大家會覺得 當你 在搞笑的時候 或當你跟 男 就是 你的表演 是逗人發笑的 但是 卻是有 有時候你的表情比較誇張 或者什麼 就會變得 男生不把你當女生看了 嗯 對 會有這種可能 是是是 都是哥們這樣 對 所以就會流於一種 哦 是沒有女人味 就是 我離女性這件事情 是越來越遙遠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她的偶像是Tina Faye 她覺得Tina Faye比 我不好意思這樣 其實她的女生 對 她覺得Tina Faye 真的超有魅力的 嗯 其實女 女仇角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現代 是越來越火紅的一件事情 是 血腥也越來越多了 對 對 但是 要要做到 賣酬 要看什麼程度啦 嗯 對 對 所以你有曾經在舞台上 做過怎麼樣子的 尺度比較大的演出 嗯 我做了蝴蝶飛那件事情 蝴蝶飛是什麼 其實我有蝴蝶手 啊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在 玩一個現場節目 跟觀眾互動的 對 然後是叫大喜利 嗯 就是 那個主持人出題 然後你要趕快寫答案 嗯 但我已經忘了 那時候的題目是什麼 嗯 我也知道 如果那時候我不做 蝴蝶秀的飛舞的話 我就下不了台 你可能就是 觀眾掌聲最少 到最後要被處罰的那個人 對 我必須要逃離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場上做了 雙手飛這樣子 你做之前有沒有掙扎 就是我真的要這樣嗎 真的要這樣嗎 沒有掙扎 這就是一個 專業的演員了是不是 是 也不能這麼說啦 其實專業喜劇演員 還是要拿捏一定的尺度才對 怎麼說呢 就是你不能純粹的只是 就是賣醜而已 就是你要讓這個東西 還是要有內涵在的 對 你搞笑你的劇本內涵 也是還是要有 不然它就只是一個 滑中取寵的東西而已 嗯 因為我自己在讀戲劇系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非常喜歡 小丑還有喜劇 對 所以畢業之後馬上做曼財 去做這一塊 一方面也是因為 能夠以喜劇的方式 來帶給大家歡樂 嗯 就是讓大家用不同的眼光 看待世界吧 應該這麼說 因為曼財的內容通常都是生活上的小主題為主 對 那如何把一些你平常覺得很討厭的事情看得很可愛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挑戰 嗯 對 我還滿喜歡你剛剛說 如何讓就是女生演喜劇 然後你不要流於 就是沒有內容 嗯 就只是滑中取寵 你覺得那個秘訣在哪裡 那個秘訣在於 嗯 要好好想劇本 嗯 對 對 就是你著手的點是什麼 你要談 今天要談的東西是什麼 嗯 就是比如說好 我 我當然可以只是在場上 然後就開始 哈哈 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怎麼可能 對 你也可以 只是去搭檔是可以 對 但是如果像是搭檔一樣 像我以前是跟 最早以前 在大學 也是我同班同學 也有合作一個搭檔 然後我也有跟他合作漫才過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想一些 很 該怎麼顛覆的題材 比如說 遇到人家推薦問卷調查的時候 就是在捷運站門口啊 什麼都會遇到 這種事情你該怎麼去解決它 我們要用一些比較好玩 比較瘋狂的方式去 對 其實那些方法真的也可以用 例如說 你們想過什麼方法 我提一個我朋友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吐槽 他是裝傻 然後就是我是扮演問卷調查人 我就跟他 不好意思小姐 可以請你提問卷嗎 然後他的反應就是 蹦蹦馬特罐 就是完全一個外國人的狀態 對 然後就不好意思 對 其實有非常多的方式 對 假裝自己是外國人是一個方式 假裝自己外國人是一個方式 然後當然還 我那時候舉出 大概有十種方式吧 謝謝你提供我們生活中 很多疑難雜症的解決方法 包括閃躲也是一種 因為他們都會跟著你跟著你 對 所以這時候籃球的那種 假動作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 解決方法之一 我們那時候想了非常多這樣子的題材 跟解決方式 就是演蔓才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喜歡把達康畫進去你的插畫裡面 你知道達康過去的所有的他們在宣傳出來的 是 他們的文宣 都是你做的 對 是我做的 嗯 我後來也有創造他們的四個漫畫 嗯嗯嗯 對 你覺得阿達跟康康 你那時候是抓了他們什麼特徵 然後畫出這兩個人 因為就是頭有點凸嘛 你是說康康嗎 這當然怎麼會是呢 怎麼可能會是阿達 其實答案很明確是阿達 我們就把那個部分消音好了 就阿嗯嗯 然後還有他的胡渣臉 對 眼睛小小的 但是能量十足 對 爆發力十足 對 然後康康就是比較冷面笑這樣拍的 對 下巴比較長 整個臉看起來很長 身高很高 嗯 所以他的臉 很明確的就是那個樣子 有一種拖鞋的概念 哈哈哈哈 現在想想真的是一種拖鞋的概念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曼財 其實可以在各種媒介上 都會有它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把它在四個方法上 做一個發展 我覺得這也是一法 對 因為就是吐槽跟裝傻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一個大的強拍 嗯 對 但當然我不敢說 我畫的那個四個到底好不好笑 我也不知道 其實很好笑 真的嗎 謝謝你 真的非常好笑 我們昨天還在同事們討論說 欸 看要不要出成漫畫 很希望 真的 對 有興趣的出版社請與我們接下 謝謝 希望能夠像這份幽默帶給大家 真的希望你可以在漫才界發展得很好 然後真的我們也可以看到達康的四個漫畫 趕快問世這樣 希望能夠 這樣有強烈的暗示性對不對 就是暗示我要繼續創作才對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想要畫誰嗎 接下來 哪一個名的 接下來最想畫的人嗎 嗯 接下來我想畫的應該是卡夫卡吧 卡夫卡也是你心中的 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作家 對 景仰的一個作家 你也願意畫他這樣嗎 嗯 但是要跟現在的莎士比亞不一樣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大家其實對卡夫卡的認識也是 永遠都是那張精靈臉 是 他耳朵很大 對 然後他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悔暗 比較黑暗類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來讓他 改變不同的形象的話 那個反差應該是非常大的 嗯 也會讓更多人也許會想要去認識 卡夫卡這位作家 哦 好 好 我們拭目以待 謝謝 哈利在節目上說了 等沒有看到的話去追殺他 欸 是這樣的嗎 哈哈 糟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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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結束啦 就不讓你反悔 太壞了 謝謝 謝謝